一号深夜,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脸书发文宣告台湾跟美国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蔡英文指出,期望透过这项倡议,以具体方式深化台美双边的贸易关系 在倡议启动之后,未来台美双方将开始进行谈判 目标是双方达成高标准且具经济意义的贸易协定 中华民国新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将有诸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以及印太经济架构 走到这一步不是天上掉下来,地上整出来 而是先解决很多障碍才能达到突破性目标 包含开放莱猪跟福石,在各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是台美新互动的模式 这也是具体深化台美经贸关系的一种方式 希望在谈判完整后,能够就各项议题 进一步签署贸易的协定 以便未来获得高标准具有经济利益的贸易协议 让大家知道我们跟台美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就像美国跟欧盟跟欧盟跟印太国家一样的重要 这个地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美国贸易代表署一号也在官网发表声明 表示,美国和台湾将利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以及与利益相关方的持续接触 推进与深化美台重要经贸关系 促进我们共享的价值观 应对我们的共同挑战与机遇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 也透过AIT脸书发布影片 表示已经准备好推动这项创意 美台商业协会就启动创意表示欢迎 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在声明中表示 拜登政府与蔡英文政府合作 制定并启动了一个重要且具有潜在意义的平台 我们希望这项创意 能够为启动美台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开路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张其林综合报道